庄言佛号身中 透过世讯 以一份恭敬虔诚心 参与药师法会 祈求疫情早日平息 在上人受审的这一天 来送这个药师经 也同时是祝福上人 法体安康纳巴 这份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上人 那也同时 回向给我们全天下的大众 现在全球面对着 COVID-19的疫情 其实更加需要 凝聚大家的那一份虔诚心 借用这个送药师经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每年周年庆 一定出席药师法会的 慈祭志工陈四丰 坚持不懈 只为祝福众生平安 也报答正言上人的恩情 上人创办的慈祭世界 改造了很多人的生活 理念 因为以前就是脾气很坏 所以看了上人的经事 然后进来持继的环境 所以慢慢让我自我反省 当初为了回向功德 给已经往生的母亲 志工黄梅丽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佛法 当中的经文 让她有自己的一番体悟 消灾解难 然后如果我们说好像有一些病痛什么呢 你一直上送这个呢 会有一些菩萨来保护你 这样子 药师流离光如来 悲心救苦这样吉祥 祝愿普天下的人都平安健康 礼拜药师经 是爱心共振 也祈求疫情早日消灭 大爱新闻蔡迪根 刘志愿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